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微展快点来说 因为帮助大家对他的作品的理解 第一个段落是五四时期 他主要是作为一个诗人 天才的诗人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天才的诗人 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的声音 震撼了一代的青年 也释放了被压抑的那种社会的情绪 满足了时代的精神的需求 那么五四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他的过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自我实现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这当然跟五四氛围有关系 宽松 自由 充满朝气 有利于郭沫若他的人格 他的创作充分的发挥 这是第一个时期 郭沫若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段落 郭沫若的生涯是三四十年代 郭沫若变成了一个私人社会活动家 他是社会活动家 但是他是以私人的身份 他参加了文学革命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 到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是吧 更早的时候就在北伐战争了 那么郭沫若是因为他的文明 被俗用到政治政坛 虽然他的浪漫的过性 是不太适合从政的 但他确实有相当的精力 投入到社会的活动 所以这个三四四年代以后 他的创作就告别了五四那种朝气 逐步地加强了现实感 浪漫主义的想象力 那种激情也衰落了 从文人普遍的感时忧过的风气来看 郭沫若的这种转变是必然的 甚至也是必要的 但是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 那种天才型文艺型的性格 郭沫若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他的心理 他的性格 不能不被现实政治的西药所束缚 这个时期 郭沫若也创造过很多作品 包括像《屈原》《第十记》 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作品 但总的来说 三四十年代 郭沫若的创造力在衰减 他也从政了 从事社会活动以后 这是第二段 郭沫若第二段 第三段是中国内地解放以后 郭沫若升级高位 当过副总理 当过前个人大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 这个杂物产生 虽然有时候也动弊 但绝大部分都是硬制制作 艺术上不主观了 三段 所以我们看郭沫若的一生 前后变化很大 但是注意 郭沫若主要是以诗名诗 是诗人文人 而不是政治家 虽然他从政 他留给人最重要的 主要是诗歌 所以评价这样一个人物 我想应该主要从诗歌的角度 特别是五四时期 女神等早期的作品 后期的郭沫若 往往被人诟病的 就是太妻时 太妻 太追求风口浪尖了 这个我们也可以 从他的心理性格特征 来看看 其实 其实可以说 主要是 也还是一个文人的表现 大口不笔 以政治人物的标准 去要求和衡量 况且郭沫若呢 毕竟是一个 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 是一个 是一种比较彻底的 正是人性 一切方面的真实 他曾经真实过 一种令传统的 沉闷的心态 难以忍受的真实 这就很难领可贵了 是吧 曾经真实过 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呢 不然是多方面的 既要有 责任人士的心碎 深邃的作品 也应该有天马行空的 有想象力的 真诚的那种作品 我们应当承认 现代文学这两方面都太少 正因为这样 正因为这样 我们应该以宽容和知人论事的态度 来评说郭沫若的其人其事 应该理解和珍惜 你神等武士文学遗产 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个天才的诗人 郭沫若是一个天才 但是他也有反庸的一方面 平凡 平庸的一方面 他这两个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 因为是天才 又出了大名 所以他反庸的一面 表露出来 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人家也容易去苛求他 他写你神的时候 天才那个部分表现充分 吻合那个时代 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女神的形象 郭沫若的形象 不是郭沫若一个人所塑造的 是那个时代营造出来的 当时的社会传播 读者的阅读参加了这个营造 所以五四时期 郭沫若其实也有很反庸的一个方面 但被天才的光彩 折壁了 这是到了三四十年代以后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的高峰已经过去了 虽然戏剧 史学研究等方面有一定的成就 但作为一个诗人 天才的成分 越来越稀薄了 所以他反庸的部分就突出起来 特别那时他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 参加了很多进步的社会活动 当人们一个政治人 政治家 社会活动家的角度 去要求郭沫若的时候 那么当然郭沫若那些文人的毛病 那种习气就格外的引人注目了 是不是这样解释 所以理解郭沫若 还是应该把他看着一个诗人 一个浪漫的文人 后来转向从政 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愿望 也是时代把他推到了前端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郭沫若 这里我还想对郭沫若的人格 心理素质做点探讨 这对他的创作也有理解 也有好处 在二三十年代 革命文学论章中 郭沫若曾经很冲动地写过文章 来攻击鲁信 鲁信反击的时候 称郭沫若位属的创造社 叫做才子加流氓 并且很鄙视地 说他是有种创造器 创造社 才子加流氓 当然鲁信也是带有一种意气 但冷静地看 也还是中肯的 郭沫若的确是有才子气 他是浪漫 叛逆 独出心才 他在这个少年时期 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 可能有关系 他小学毕业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考试 有个出来要事 考试的风波 他本来他这个24名学生 毕业生 郭沫若考第一 但是考官老师 私下把他改为第八 这件事是少年郭沫若 第一次感到成人世界的恶主 就促使了他的那种叛逆的 那种破坏性的心理倾向的出现 另外家里给他的包办分音 黑猫分音 所谓黑猫分音 使他一度陷入心理危机 甚至想过自杀 后来从歌德的诗歌唱作中 吸取了力量 才振作起来的 并因此非常明确地 以追求过性解放 实现自己完满生活 作为一种目标 这种经历 业力在相当程度上 影响决定了郭沫若的 心理成长的七项 所以他不断地作为一种 情绪的言行 就这个小时候数的这些经历 这种心理 这种情绪 变成一种言行 情绪言行 霍允霍现的 就反映到他的创作中 所以他的创作体现了时代 其实带有他个人的特点 那种叛逆 那种破坏 还可以补充分析的是 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状态 也制约了 影响到他的浪漫主义的 那种创作 郭沫若是很早熟的 七八岁就发育了 开始发育了 性意识的觉醒很早 所以他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那种浪漫的 抒情的作品 养成了那种热情 敏感 多变的那种心性 另外呢 郭沫若在十五岁的时候 患了中耳炎 留下了终生的耳聋的后遗症 郭沫若的耳朵是听不清楚的 这反而强化了 他的其他感官的功能 像刚才我们讲天狗 那种操验 那种想象力 跟泛神论 跟什么有关系 其实跟他的敏感有关系 而他的敏感 又跟他的耳聋又有关系 类似的例子 在中外的文艺史上 是很多件的 所以我们适当关注一下 一个作家 一个艺术家 他的生理机制 那种特殊性 对他的心理性格形成 可以加注 有助于我们加深 我们对他创作的特色的了解 所以我们刚才讲 郭沫若的诗歌 如果了解这个诗人 他的天才 他的这些特点 也是有利于我们 加深对这个了解 对他的生活 创作生活道路的了解 对文学史研究和评价而言 我们看重的 当然主要是创作 是吧 还有呢 在文学史上的实际的影响 那么评价郭沫若 也不应当简单的搬用 搬用其他方面的标准 何况我们呢 有理由 从文人的性格的角度 去宽容他 被扭去了的某些方面 是吧 就刚才说 郭沫若多变 大家很反感他 说他 政治上多变 文音上多变等等 是吧 其实他这个多变 他唱着上演 也是多变的 对吧 跟他的心理素质有关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郭沫若是一个典型的 天才型 文艺型 表现热情 冲动 活跃 就是多变了 多变是一个心理特征 郭沫若有时候像个孩子 他是把持不住自己的 往往表现出一种 真性情 据说有一次 郭沫若请客的时候 来了很多朋友 包括田汉 洗字母 胡适 签酒的时候 胡适 其实胡适跟他也不太熟 就是说了一句话 我读过你的女神 我读了五天 其实不一定的 这个胡适是非常善解人意的 这时候郭沫若就非常高兴 他记日记的时候写下这么几句话 有人回忆的时候写下这个场景 说沫若大喜 紧抱住我 就是这个胡适 日记里面写 和我接吻 这是胡适日记里面记载的 就可见了 这个郭沫若这个人 有时候跟小孩似的 是一个很浪漫的文人 很真实的一个文人 冲动性的个性 所以我刚才讲到 杰克逊最近过世了 前几天过世 大家都还是比较能够理解他 他就是一个郭属 就是一个摇滚 就是一个通俗流行的一个郭新 他往往都是在道德之外的 或者经常出格的做一些事 大家都能够理解文艺家 为什么我们对郭沫若 就不能够理解 所以有个历史学家 叫侯外卢 他对郭沫若倒是理解的 他说郭沫若的精神世界 充满了诗人的浪漫气质 大家可以读一读郭沫若的自传 对他的性格有所了解 反过来对他的创作 对他的为人也会有所了解 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 对他有偏见 然后影响到我们 对他作品的了解 有两极页度 郭沫若写诗和写小说 和鲁信写小说 郭沫若和鲁信很不一样 创作的姿态很不一样 鲁信是后极薄发 早笔的时候非常冷静 一气哈城 你看鲁信那个小说 你看他演稿 修改很少 改动非常少 这种写作就所谓热的发冷的 是吧 而郭沫若不是这样 他自己说 他写女神的时候 像一匹奔马 冲动的不得了 写完以后 又像是一个死气的海豚 变得那是柔和和安静 你想象海豚本来就是很柔和 又死气了 完全安静 他自己说灵感来了 激动的连笔都抓不住 粉身都发冷 这跟哥德 德国的哥德是一样 哥德创作的时候 经常晚上睡觉 突然想半帅 四帅非帅的时候 突然有一句诗来了 睡不着了 马上要起来 要拿起额毛笔 就要写下来 如果不写下来 过了十分钟就没了 这是一种天才型 文艺型的这种心理素质 决定了郭沫若的创作 追求灵感 追求直觉 难怪郭沫若他自己说 诗是写出来的 不是做出来的 诗歌不能够慢慢地做 慢慢琢磨 诗是写出来 有了那种激情就写出来了 这靠灵感 靠天才 女神里边很多的篇章 都是在这种冲动的心理状态下 构思的 这些作品不一定深刻 但是都很真切 很感人 我们了解郭沫若的这种冲动的 多变的性格 也就可以谅解他 在社会活动中的多变了 这样反过来 我们对郭沫若 也就可能有个比较前面的了解 对他的诗歌 也对他的创作 对他的文艺史上的地位 有个比较前面的了解 那么刚才我讲了 郭沫若的女神 实际上不完全讲女神 牵涉到了一些文艺理论的 一个问题 也牵涉到我们 阅读经典的方法问题 比如说 我讲到了三部阅读法 哪三部呢 至关感受 设身处地 民理分析 对那些隔墨的作品 我们这样来试 先赤手空前进去 至关感受 获得第一印象 然后我们设身处地 来想想那种历史氛围 最后才做理性分析 不要一开头 就是有框框 有理论 这个主义 那个主义 就像我们读莎士比亚 是吧 这个现在读起来 是很隔墨的 你还不会喜欢 但是你读的时候呢 第一 获起这个感受 然后呢 想象莎士比亚的那个年代 这样可以比较理解 要不你会觉得 它很啰嗦 是吧 很累赘 你不能够进入 读所有的经典 都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 三部阅读法 帮助我们对 郭沫若 这样一个女神 这样一个已经 曾经影响很大的 是吧 现在读起来 可能觉得有点怪 有点隔墨的 这些作品呢 我们采取一个 这个三部阅读法呢 可能帮助我们 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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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